新开坑,新勇者来听,这个番不算太老了,2007年播出,以勇者来听为蓝本,重新创作的作品,一共26集,我讲的也不会太长。 故事主人公叫做才贺纯贵,高一学生,不只在学习上是一个天才,中学时期还在建造社拿过冠军。 即便经常莫名其妙地上课睡觉,学习也远超自己的同学,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,经常会做一个相同的梦,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。 有一个喜欢他的青梅竹马,小早春刊,康这个字我不查网,还真不认识,从崇贵小时候就失踪的父亲突然传来了消息,在一个新发现的遗迹中,找到了父亲的遗体,他将和母亲财赫林秦,以及妹妹财赫苍现,一起去确认父亲的遗物。 地点是黑神山,外表像一个金字塔,这有来听的味道了,根据遗物的结婚戒指,确认了父亲的身份。 据说在父亲遗体的旁边,还有一具非人类的骸骨,并没有确定具体是什么。 在父亲遗留的笔记中,出现了来听的名字,据说黑神山并不是自然形成的,而是人造。 在遗迹附近遇到了自警队第四资料室的成员,前天奇、泰拉。 不过自警队是什么鬼,不是自卫队吗?他们主要负责超现实的事件研究,他拜读过很多淳贵父亲的论文。 淳贵父亲是一个考古学家,淳贵看遗迹的时候,好像看到了奇怪的影像,两个巨大的机器人在战斗。 这个机器人设计的感觉很怪,淳贵在现场混了过去,这时他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环状物品。 这时附近出现了地震,流星划过天空,坠落在工野边水坝附近,雨时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机器。 这到底是拍特射还是激战番啊?这个叫具兽机。 谷歌翻译给出的答案是贝果,身长66米,体重45000吨。 淳贵他们也发现了贝果,立刻逃离现场。 贝果还可以发射激光之类的武器,干掉了自卫队的直升机。 直升机的爆炸造成了水坝的彻底毁坏。 淳贵他们来到了备用直升机这里逃离,不过因为父亲的背包没有带出来,淳贵又跑了回去,虽然及时找到了背包。 不过因为水坝破坏的关系,淳贵被大水冲走。 这时他在遗迹中拿到的黄金圆环发出了光芒。 当他念出莱汀的名字,黑色衫出现了一遍,真的很像奥特曼,莱汀出现了。 淳贵成为了驾驶员,延续了超转莱汀变身脱衣的设定。 操作方式看起来是机体和驾驶员同步的设定。 飞机上一只用望远镜观察的前天骑太郎,在莱汀附近发现了一名少女。 而莱汀这边如果机器受伤,会同步到驾驶员身上。 贝果双手可以发射,火箭飞拳的感觉,尾巴可以射出激光。 淳贵只能惨叫,只是莱汀身上发出光芒,敌人完全停止行动。 而淳贵赤身裸体倒在地上,被送到了医院, 同心火状物变成了印记,附在了淳贵身上。 第二天通过新闻,淳贵才知道自己操作莱汀做了什么。 政府的雷神部队,金刚队长和武田负责接管贝果, 在贝果的身体中泄露出绿色的液体。 据手机可能是站泪了,突然倒塌,突然受伤。 淳贵的青梅竹马过来看他。 前天骑太郎对淳贵很感兴趣,也跟了过来, 他发现了淳贵突然多出来的纹身。 夜晚沾染了贝果,绿色液体的武田突然不太对劲, 有一点丧失的感觉,不过挨到重击后就昏了过去, 身体中流出了绿色的液体。 医院这边,淳贵听到了惨叫声,出来查看的时候, 背后发现了类似武田的那种状况的人。 这种症状的人,医院有很多,淳贵被袭击, 在医院他遇到了前天骑太郎,帮了淳贵一把。 这些变异的人,只要打昏,绿色液体就会流出, 随后恢复正常。 贝果这边再次开始行动, 人类这边的科技也有机器人,代号神雷。 不过这不是战争用的机器, 而是土木工程建筑用,机器可以进入驾驶, 也可以远程操作。 工程用的机器不是聚袖机的对手。 费果前进的城市, 淳贵的母亲和妹妹也在那里, 为了保护自己重要的人, 她召唤了来厅。 虽然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版本的机设, 不过看起来有一种经费爆炸的感觉。 第二次驾驶,淳贵已经熟练很多, 而且作为曾经中学的剑道冠军, 她的运动能力是非常不错的, 不过运动天赋再好, 对于敌人的激光也无法躲避。 在曾经看到过的影像中, 得知了来厅的武器, 直接瞬移拉开距离, 这个天神弓箭看起来还挺帅的, 一招就直接秒掉了敌人。 不过这次的变身, 被前天骑太郎发现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大家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